距离2022年奥特曼新作《戴卡奥特曼开播》 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远古事实在昨天召开了线上发布会 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这场一小时的直播中 出现的哪些重要信息吧 与去年特里加一样 发布会最开始 小伙伴们公布了《戴卡奥特曼的主题曲》 Wake Up Decker 又可以叫做《新西亚戴卡》 所以说你们奥特曼主题曲的风格 就是一定要在周六大厅早把你吵醒对吧 此处点名提名哲他 直播背景都是那个熟悉的风筝粉朵指挥士 只不过这次的三位成员有些接地戏啊 连位置都没给安排上 明示拍摄预算不足了 诶 等等等等 左上角的28是什么意思 懂了 戴卡是超越此功效的全人特色 全言到齐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始TV解析环节吧 众则周知 戴卡的故事背景是特利加世界的数年后 多亏班机在大阶级时 打完老婆填了过路 地球才逐步步入了和平时代 目前地球上最快怪兽灾弹的队伍 已经逐步转向了宇宙空间探走中 主人公明日剪笔包 上一个临时店获知的前辈 总被怪兽一张财烂的店铺 咱们男主比方的好儿子也突然到了头 宇宙球体索菲亚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他的家麦尖美的停战生活 大量索菲亚矿石 融合成索菲亚萨乌鲁斯 仔细观察他双十滴滴的造型不难发现 格戴达第一集 跟着的合成兽达兰比尔 有些许相似之处 比方本家超级AK 拯救手艺水果之中的殖民 结果却一点都不意外地当场买给 目前新生精英胜利队队神员 总共有六位 女主没为童也为先下 设定是个乐观向上 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性的热血女孩 该说不说 如果把远古每年稳定发护的化妆师换掉 这位19岁的JK少女必定会关心绝杀 可惜换不得 很难受 男二楼门创首 是主角比方的竞争对手 竞争啥的你们抖得都抖 浴室冷静 行动不清迷测 而是因为TPU队员所救 在决定加入胜利队得到父亲的认可 擅长地面作战的同时 他还是队内的驾驶员难道 从预告画面来看 以上三人 就是和去年特立家中的街舞 全名张人一样 属于是地面作战的外形小分队 剩下的几个队员 都是大家的老主人了 首先是担任胜利队 机械开发的招影优一郎博士 他在12年前 就出演过赛楼奥特曼的人间体栏 可以说是队内资历最老的前辈 甚至在今天的发布会中 面对队友们 节目效果拉满了散向台活时间 博士拿起戴卡变身器 又现场莫回了一次 直播的精髓在于事故事吧 谢谢你 奥特赛文 第二位 副队长 海甲武和 海甲有着出色的领导能力 父亲是纳斯第四号的操作阶线员 还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 是对怪兽认知领域中的权威 早在十年前 他曾饰演过奥特曼专题中 地属防卫队右小队的特攻队长 诶 不是 你这戴卡剧组 怎么像是捅了赛楼对我呢 这要是不让蓝在剧里正式变个身 我是不认同的 第三位 我们的吹石板班长 哦不 青鹰胜利的队长 宝星蒂斯 一个文质兵兵的高颜值杰哥 表面上是奥特曼队长 背地里却是假面骑士一号本相谋 甚至他可跑去艾克斯里 是有个异性王子 所以知道什么叫人类高智能男性了吧 因为青鹰凤人烟的老队员们 纷纷回家摆烂 于是青鹰胜利的队员们自立更生 终于修好了我们许久未见的护士集结号 可能是因为特里加州 最激励过一根本的缘故 这次的胜利猎鹰 由原来的无人机 改挥了人工驾驶 无人机的位置 则有二号机胜利19代替 胜利19同样以普通飞行模式 以及高机动高速速的飞龙模式 两种作战姿态 并且它可以更进一步 和胜利猎鹰合体 变成西红师少弹配色的第三形态 负责操操二号机的并不是人类 而是智能电饭包 哈乃四郎献定款 是人工智能哈乃二 关系和名字中不难看出 是在致敬带拿奥特曼州的 技巧物哈乃四郎 说完防卫队 接下来就是万代标志难活时间 让我们来看看主角男主的变身画片吧 闪亮星 众则柔知 能力机器平衡的基础形态 不小的星空图案 似乎代表着他 心中有浩瀚紫山的宇宙 和人类无限的可能 并杀进塞尔杰的光线 竟然有和赛文艾梅利姆 类似的局里坚摇 动作帅气流畅 我给满分 注重力量的超怪力形态 常壮型 今年首战的对手 看似就是索菲亚格莫拉了 出拳姿势和直骨手套 都相当有特色 最后的超能力法师奇迹型 则给我们表演了一波 戴拿同款海岸之家 看来今年又是蓝色挂鼻齐飞的一年 不过男主似乎还有召唤怪兽的能力 在预告开头 从有一个代卡和米克拉斯共同的场景 其实这一点早在玩具内有所剧透 赛文的初始域三家 乌音达姆 米克拉斯 阿基拉 都有各自对应的奥特次元卡 甚至他们还是唯一出现的 大海包中的怪兽卡片 这就更加让人确信 变身最运有召唤怪兽的功能了 另外这次还公布了戴卡的初始武器 奥特决斗力剑 又是为奥特双同剑 好家伙 当天先公布一把泰坦剑 再跑合避空 整个80%相似度的黄金大宝剑 曾按说我下单买空我是吧 单看武器本身的话 造型还是非常OK的 果然大剑才是男人的浪漫 只不过剑和戴卡 搭配的有那么点违和 怎么就和天朝的特雷加宝剑 如此相似呢 这波啊 这波是灵动设计师 打入万代开发布了 但仔细一看 这把剑说不定真是特雷加的 首先在剑的末端 一次是插入了特雷加 勇魂闪耀的超远秘妖 这只上面还有特雷加的3070系图案 剑身部分扎一看 是戴卡的70系造型 但如果就要上下两块红色合拢呢 没错 就是特雷加70系的图案 结合之前特雷加 课程戴卡的通跑型帽来看 这把剑 无疑就是特雷加赠有的新外挂 不难猜测 两人在剧中 可能会轮流使用这把武器 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阿泽也十分自担 总之先了一个flog 这把剑必能掰开 我说的 截至本身为止 戴卡已经完成了前三季的阵间制作 如此有环绿的新生的队伍 将让戴卡动起来后 十足帅气的造型 究竟会诞成出 主要的游戏故事呢 一切的一切 即将在7月9日正式揭晓 这里是阿泽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